其实就主要是两行 剩下的就用贴的嘛 复制贴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再 再来后面还有 其实你现在RUN的话 后面应该填都没问题 只是说再来这几个 比如说平均乘积 跟什么呢 这个综合评定 还有多重的部分 那当然有几种方法啦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可以把公式丢进来就可以了 那公式丢进来之后的话 直接丢 差别在哪里 这边是第七列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7 把它串一个R就好了 R不是8 所以其实如果最简单的方法 像我的习惯 干脆就丢公式 丢在哪里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把上面的公式 里面的这个数字 改成R的变数就可以了 那只是说要怎么做 接下来我改给各位看 E切到这边之后的话 你就先怎么样 ABCD嘛 然后再来的话 再来EFG 所以就是 这个就E嘛 我的习惯是这样 你如果要丢公式的话 你后面等号就先 给它一个双引号 这样就OK了 然后再Enter 一样的话呢 把那个E F 然后G 先把这些栏 先把它先做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F 然后这边就G 接下来的话 就把公式放到这里 那公式放进来的话 我前面讲过两个原则 如果它的公式里面有双引号 你就要帮它加一下 一个双引号变两个 然后呢 所以接下来我就把这个公式 直接复制 那里面呢 刚好这里面没有双引号 所以复制之后 记得取消 切过来 从这边切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这样就可以输出公式了 可是目前的话 如果你输出的话 这边会变成 变成第七列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这个7 放个R 那放的方法 跟之前讲过那个放I的方法一样 就是如果我讲过啦 不然又背口诀嘛 什么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 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个R 比较好 这样保证不会错 OK 这应该已经做很多遍了 然后再And 前面再加空白 那这个7呢 一样双引号到双引号 把它复制一下 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嘿 写完了 平均算完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意思吧 底下的呢 一样嘛 所以以后不管你几栏 你就怎样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再取消 再切过来 所以用这个方法 应该算最简单的 先贴好了 这个多重 所以不管 反正坦错c 然后取消 切过来 贴上去 不过记得 这个如果有双引号 有没有 记得要变两个 当然如果数量少的话 我们干脆自己加一下 有没有 一个变两个 不然你就用取代的 一个变两个 这样OK了 好 这边也是一样 不过 刚刚那个公司太长了 我干脆这个用贴的好了 比较保险 像这个公司里面 这么多双引号 理论上当然就是加两 变两个 所以比较怕的方法是取代 取代的话就是什么 一个变两个 取代一次 再贴到双引号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然后一样 这边只要有七的部分 就必须要通通把它改成这个R 所以刚刚这个有做过的 双引号到双引号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把这个七盖过去就可以 这边有一个七 这个也是这样贴 两个 三个 好 基本上 大功告成 那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们要把公司放到某个除存格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先那个除存格先加双引号 然后把公司贴上 贴上的话要注意两件事 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有的话变两个 有没有列号 有把它改成R 这样就OK了 所以底下改的方法都一样 那如果以后反正你要挤栏 你就是一直往下加就好了 OK大概这样 好那做完之后 我们来测试一下 OK的 来试一下 那这个我先把这个旧资料删一下 OK然后再一次启动表单 然后输入 再输入一次AAA Enter 最后按新增 那应该就是 刚刚是填1234 填进去 然后把这边丢公式 OK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都算出来了 好